明眼的消息 台灣人現在也蠻無感的 可是呢偏偏就是還是有人呢 想要一直一直來 所以呢你看喔 這個民進黨立委沈柏陽呢 針對刑法第二章外患罪提出修正案 其中現任及承認正副總統者 以公開聲明或刑事 承認該國或他國 對中華民國自由地區有統治權者 得以除刑 由於呢這個馬英九之前就一直在講啊 互不否認治權啊 對於若修法通過後 馬英九是否可能觸法 沈柏陽有說呢 外患罪還要有個要件 就是必須跟對方通謀的行為 他是在提醒馬英九說 你忙一直來喔 他的通謀其實是最難證明的 因為馬英九有去中國也去禁見了嘛 然後有這樣的互動 但是去那邊的蒐證其實是難的 所以這條修法什麼樣立委的修法 其實象徵意義比較大 他是個宣誓 因為他其實在講的是 你馬英九 互不否認治權是什麼意思 大概聽不懂 全世界也沒人聽得懂 他其實在講的是說 你不要否定他對我們的主權 那就等於是主權就是我們就不講 然後講說互不否認治權 好像中華人民共和國什麼時候只剩下治權 就是一個中國的意思 但是他只是換句話說 對 那所以主權 其實什麼樣這句話也在講他 他意思是說 你如果讓中華民國的這個 自由地區的領土 變成他人的主權的話 那等於是你互不否認治權 代表你要承認對方的主權 他會給予我們嘛 所以他的一個中國 馬英九的一個中國一直在認為說 那個一個中國在全世界來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嘛 他還是在這邊跟他爭 應該不是要爭 他是想要這樣子偷渡 所以他想要這樣子偷渡 就用修法的方式去宣誓說 你不要這樣子亂搞 我覺得這也是在對應 但是我相信他連程序委員會 可能都過不了 因為國民黨那些立委 他光提一個那個什麼立委 副總要審查 都不知道被擋了幾千幾百萬次 國民黨那些立委 有沒有看到那個傅昆奇帶隊 也跑到中國去啊 所以去不是只有馬英九去 另外一批人也是受到中國的控制 所以台灣其實現在面對 你看這段期間 中國在那邊聯合力艦 那個什麼軍演 大家無感 但是我要這樣說 國內的滲透的代理人的傷害 迫害力 遠高於他們外面外部的壓力 遠高於他們在那邊做很大的軍艦 感受上面國內更強 國內有一批人 他不斷的會跟你講說 舉例來講最代表性的翁曉玲 林洋佩 世界冠軍 奧運冠軍 中國人的驕傲 這個台灣人看的是 這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民意代表 他在國內講的跟中國講的是一模一樣 所以台灣的人 其實台灣人感受比較深刻的 反而是這種人 這種中國在台灣滲透的來源 國家認同錯亂的人 感受是最痛恨的 反而相對為什麼外媒要去報導說 台灣的肉肉飯 因為我們街頭民眾 對於中國長期以來的文攻武嚇 是習慣 所以知道他不文攻武嚇 不野蠻就不叫做中國了 所以他就會不斷的這樣子 所以民間的感受是 我看當然我們的國防單位也好 包括我們那個雄三飛彈 我們該有的國軍的應處都有 就是說他們要做什麼樣的 我們都有反制 甚至我們還有 我們國軍還去拍F-16 還去拍到他們 說拍得到就打得到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我跟你講 甚至現在不用拍得到也打得到 所以他拿出說 我們拍到的照片是什麼 你在那邊做什麼軍演 都在我們的監控之中 我們隨時有反制的能力 這是我們國軍 而且現在國軍的反應也很快 對 國防部告訴大家是說 我們是有信心防衛台灣 民眾其實更感受的是 中國在台灣的代理人 他的滲透來源怎麼樣破壞台灣 你總預算全部卡在那邊不過 是誰在騷擾台灣 誰在破壞台灣 就是人民感受更深刻 好來 這個最後我想要請石板大哥 幫我們看一下 這個 大家都知道這個前總統蔡英文 現在目前人正在歐洲訪問 那他現在最後一站 應該是會到這個歐盟總部去 好 那他離到歐盟總部前 他就是進了這個法國的參議院 兩院 兩院呢近30位跨黨派的議員出席 同聲挺台 稱台灣是永遠的朋友 其中還有議員喔 告訴這個隨行記者說呢 在蔡英文來之前 他們有收到中共勸阻的電話 但是會見蔡英文的快樂超越一切耶 你看 人家歐洲都這麼挺我們 好 但是呢現在也說 雖然這個蔡英文人還在歐洲訪問 不過呢就有傳出說 他可能在這個很敏感的時間 就是美選的前後 會再訪問美國 好 那這個中國當然也就跳腳啦 中國的駐美使館發言人劉鵬宇表示呢 中方反對美台展開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美方允許台灣有關人員 串美的實質 是縱容台獨分裂分子在美從事政治活動 我看完這段文字我只有一個感覺 就是他們是不是有一個 TreatGPT還是一個什麼文字產生氣這樣 然後就放一些人進去 然後就跳出每次都是講這些話 我覺得中國對台灣的表態 它是從上到下有個文章定下來的 誰大家都來把它記下來不能亂講 哪怕錯一個字的話 就可能引起不同的反應 所以中國對台灣的反應是多少年來 意思是一樣的 但是我剛才講到 這個蔡英文在法國受到歡迎 特別是議會 我覺得一個重點是蔡英文時代 重視議會外交 因為台灣跟很多國家是沒有外交關係的 政府和政府沒有外交關係 就把議會拉過來 但是這議會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 現在中國在全世界形象非常差 到處都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台灣的形象非常好 這些議員們都是靠選票支撑出來的嘛 所以跟台灣好就自己有票 跟中國好就沒有票 所以這個是大勢所趨了 更明顯的比如說日本 日本現在正在國會的選舉 那日本最大的執政黨的黨首 叫石破茂 自由黨的 最大的在野黨立憲民主黨 叫野田佳彥 這兩個人在今年8月全來給台灣 就是在選舉之前先來台灣蹭熱度 只要表示我跟台灣關係很好 回去就有票 大家現在的選舉天天天在批評中國 台灣現在這麼夯哦 所以說因為明義在支持 對 所以主要是 我覺得台灣有努力一部分 也有中國的國際形象太差的 幫台灣相對加分的部分 那你怎麼看他去 可能接下來要在敏感時刻 去美國這件事情 當然我覺得對台灣來說的話 我認為蔡英文政權 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是 上四年前當美國從川普過渡到拜登的時候 台灣基本上無縫接軌 對 跟兩個政權搞的關係非常非常好 在全世界很多國家很難做到這件事情的 那麼台灣現在又面臨著 也許美國要政權交替 也許 至少要換總統嘛 但是台灣也如果 像蔡英文在美國人氣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去的話如果幫助台灣 不管美國下一任政權是哪一個政權 都跟台灣搞好關係的話 我覺得這個就是台灣是最重要的 那他是一個前總統 你覺得美方會放行他到 因為他畢竟在總統八年任內 過境美國都不能到像是華盛頓這一種的 前總統在美國是完全是 美國應該不管有台灣有很多法律 而且前總統全部就馬英九也去過了嘛 所以說總統去哪裡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前總統就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中國怎麼反對 反而我覺得是蔡英文這方面 她怕引起不必要的美國兩黨的 她自己去不去的問題 只要她去的話 我想在美國是沒有人會擋她的 OK 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